三月四日 據廣東省衛健委通報 2月2日深圳、維州、運河持續有新增病例 自1月31日以來 深圳疫情已擴散到梅州、運河、河縣、維州等多地 當局要求非必要不要離開深圳 需要離開深圳的 自2月1日凌晨零時開始 需要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維州市、維東園、平山街道 也出現深圳關聯確診病例 2日當地開始大規模核酸檢測 本房未通報廣東散美、維峰市、駁美鎮有疫情 但是2日凌晨 駁美鎮某村全村人員被叫起來做核酸檢測 最近名簿來自棉花道裡面 加熱保存公司 據大陸媒體過年之前的報導 新年番鄉政策引爆核酸檢測需求 將有超千億市場增量